好今天是9月9号台南县永康车站推出了象征9999的永保安康车票 民众为了抢这个车票呢 还有人是凌晨4点多就来排队了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高梦柔来告诉我们 梦柔 好主播我们看到这一大早呢 台南县的永康车站 这外面真的是大排长龙 我们看到这全部都是年轻人 干这一大早就来永康车站排队 因为今天是9月9号 那又是99年象征9999常常99 那这个永保安康的车票真的是非常的热卖哦 因为今天印出来的这个车票上面呢 就会有9999四个字象征常常99 因此我们看到非常的年轻 非常多的年轻人 男男女女全部都来排队 就是为了来抢购这个车票 那有人还为了怕抢不到呢 凌晨4点就来排队 我们看到大家都是非常的开心哦 然后这个排队赶快来这个售票机来买票 那由于呢 这个大家都排售票机的原因是 只有售票机买出来的票 上面会盖的是99年 那如果到贩卖口去卖的话 是盖2010年 因为所以呢 这个贩卖口完全没有人去排队 大家就是排这个售票机 就是要有这个四个9 象征常常99这样子 那不过呢 民众呢 还是不要太着急 因为这个常常99 四个9的车票呢 今天一整天都排得到 今天也都买得到 因此呢 这个有人四点多就去排队 可能是误会了 以为这个是有限量的哦 所以造成这么多人来排队 那也有人看到这五场队伍就不想排了 干脆直接到旁边去盖 这个永保安康的这个车站的这个车印章而已哦 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真的是非常多的人 那相信呢 还会再陆续吸引更多的人 来买这个9999永保安康的车票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电子交完给彭内主播 今天一整天到这个永康车站 都可以买得到这一张9999的永保安康车票 所以呢 那么可以利用一下了